五十天没有组织,有一点生疏 杜孝康,副总统参谋,还回到主持电视节目 正一日接受媒体转访 点出合议的观点就是顺序的保守公位不正宫 不能断章取义 我讲了很多优点你们都不讲 他很沉稳,他度量很大,胸前很大 不利的就是他不会讲那种善情的话 柯文哲就很会 选举其实就是财富的再平均 要有很多的承诺给弱势者 不敢承诺,每次在那边算,那我就很难选了 通常理性的事是感动不了选民 非常谢谢很多的检讨的声音 我都有听进去,也细心的接受 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够 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 口条好不好跟选总统有关吗 谢谢 面对我给你批评,海维基督都会接受 但是卡电视频对出国文贴地医 所以让他们母丹背基拼了说 他们公子没想要接 说已经方便一遍了,不久第二遍 又配平对方没相信 后面还是产无稿,水无劳了 我都回去跟他讲说 海维,你不要写这些干什么 所以是侯友宜,但你去接谁的电话 没有啦,不是拒接,因为我平常我的手机 现在常常是助理在哪,我没有时间 差不多隔一天才知道 他如果真的打来没了解吗 那你再讲吧 是对之前他念出这个简线还有开始 哎哟,我跟你说,选完就结束了 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要表达志愿,团结在一起 来倾听民意解决人民急迫的这些问题 这才是我们选后更重要要做的事情 孙季就结束了,柯文哲主席要很求婚 同样要再撞人贏 整月哪里是不是要继续合 这没输得在看虚呢 民視什么组合不住